宫外孕,单从字面上就好理解,就是胚胎没有在子宫里面扎根儿背,而是由于其他原因跑到了子宫的外边,最常见的就是除卵管,由此给女性朋友带来的威胁就不言而喻了。 那么,哪些女性容易患上宫外孕呢? 一,多次人流跟女性,首先,反复人流会造成子宫内磨创伤变毛,黑胎宝宝不易的子宫内灼床,于是就会转移到别的地方安家落故。 其次,多次人流,轻功或者子宫腔手术,导致宫腔出现疤痕大的,或者微小的,导致黑胎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着床,然后就有走到宫颈,宫脚,书卵管甚至腹腔,再者,反复人流还容易引起腾腔炎,书卵管炎,宫腔沾联的复合疾病,这些疾病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宫外孕的发生。 所以,建议暂时不准备,有孩子的女性朋友,一定做好避孕措施。 二,慢性恨腔炎,书卵管炎的女性,书卵管是一条软管,通过蠕动来完成运输受精卵,当子宫注草的任务,而如果书卵管蠕动功能却佳,则容易导致不怨或者宫外孕,约来分之六时的书卵管人生的患者,有过书卵管炎的病史, 反复发作的慢性书卵管炎,使书卵管黏膜皱臂粘连,管腔狭窄,肩毛受损,或书卵管经炎症与周围组织粘连而扭曲,不能正常蠕动。 另外,如果有书卵管肌炎,会导致书卵管扩张,同样影响蠕动,所以大家不要忽视慢性恨腔炎,书卵管炎这类常见的妇科疾病,它们不但容易引起公外孕,还是很多女性不孕的罪魁祸首。 三,书卵管发育异常或做过手术,书卵管发育异常不容易被发现,主要包括书卵管缺食,书卵管发育不良,烧书卵管等,这些问题都可能导致受精卵服无法通过而导致公外孕。 另外,做过书卵管结扎,书后再通,书卵管成型术的书卵管手术的女性,也是公外孕的高危人群,要多加小心。 四,上有绝育环的女性,根据资料显示,上了结育环的妇女中,仍然有3%左右会怀孕,因此,即使上了结育环,如果月经推迟来潮,有出现腹痛症状,因到出血,要考虑怀孕的可能, 甚至是宫外孕,因为,上环后宫腔环境不是以胚胎着床,可能会比胚胎游走,从而发生宫外孕,研究显示,上了结育环的女性宫颈病变的发生率增加了,因为大部分人上了环就不使用安全套,这样长期裸奔通房,增加对宫颈的损害,再加上这个宫外孕的风险。 所以,临床的医生推荐,上海后,仍需要带安全套,而且是,全程带安全套。 5.有过宫外孕病史的女性 有过宫外孕时的女性,在发宫外孕的可能性就很大,因为既往的宫外孕病史,可能导致盆腔内环境改变,容易导致出门管运输功能下降。 但有趣的是,在发宫外孕时,发生在对测出宫外孕的病例偏多,有的人会想,那我在宫外孕之后,被议师查一下宫外孕倒影或者通水不就行了。 但是要知道,这些检测对预测宫外孕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,书管管痛也不等于有功能。 另,做室管婴儿的女性,做室管婴儿时,受精卵精或体外培育放入宫腔后,还需等待三到四天,才能找到合适的土壤。 如果孕妈子宫内磨薄,或者又发痕多次人流,清宫或者子宫腔手术,再次强调这个多次人流的问题,导致陪她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灼床,然后就游走到宫颈,宫脚,书门管甚至腹腔,而更多的是游走到了阴道,是管婴儿的陪台已结束失败。 另外,孕妈妈有室管管基业,这些室管管基业的坏水,会逆流到宫腔,导致陪呆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挨家,最后就是导致宫外孕或者流产。 7. 盆腔子宫内磨义味症的女性,管子宫内磨义味症者,因盆腔内环境改变,甚至有很严重的盆腔粘连,室管管发挥不了运输的作用。 7. 盆腔子宫内磨义味症者,导致不运或者宫外孕,把吸烟喝酒的女性。 8. 盆腔子宫内磨义味症者,首先盆腔中的盆腔会使人免疫力下降,舒满管等纯腔器官容易发生严重,改缆。 9. 盆腔子宫内磨义味症者,其次盆腔中的盆腔会改变舒满管的肩毛运动,从而增加了发生宫外孕的危险性。 9. 盆腔,另外,长期,大量喝酒的女性。其舒满管腔容易变狭窄,舒满管臂的蠕动性也会变差,无法将受尽量送入子宫,从而导致宫外孕。 9.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。